那么 换句话讲就是说 我们念佛 一定要先求往生以后 然后 成愿再来度众生 这样的话才能够 好像说是 落实人生佛教 而不是说只得一个 好像自己感觉清静 这样就够了 要先发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佛法了 无论是哪一个法门 无论是哪一部经论 佛菩萨的教界 与我们的生活有密切关系 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套上个人臣 这样的分辨执着呢 你说大方光或华严精 这个大家晓得 这根本法能 无量寿经 你们去念一念 从头到尾 哪一句经文 与我们生活没关系 经上所有的教诲 都是教我们 在现实生活当中 历苦得落 破灭开我 达到真正的幸福美满 你说 这是不是人生的佛教呢 我们不要说人臣 为什么在这个里面 一定要区别执着 人臣 天臣 身闻 不需要这么执着 必须知道 五成佛法 是佛的方便说 为什么呢 佛跟我们讲真话 刚才说过了 你有分别 就有受法基 你有执着 就有六大轮回 所以佛法是 教人做什么 破执着 利益分别 一切法当中 不执着了 你就出六大了 不分别了 你就出十法界了 所以金刚经上说 法上应谁 后患非法了 佛所说的一切法了 这个谁不是说不要它了 这个谁就是你 不要去分别 不要去执着 只要你懂得佛说法的意思 在开经济讲 愿解如来真谁 必须远离一切分别执着 你才能懂得佛说法的真实义 你要是有分别执着 有这个念头起来 你绝定不能体会佛的真实义 你把佛的意思错解了 确解了